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占卜牡羊做五月份的运势 我们现在来抽整体运 看抽不抽的出来哦 抽不出来就是底牌 然后洗牌这个过程的话 不会剪掉这样子 你就会知道我是临时抽出来的 哦保健衣 还有底牌保健衣跟保健食 哇保健衣跟保健食 这种整体运势好厉害的运势啊 牡羊做五月的时候决定绝对是全力以赴的 而且你把很多事情都看透了 你就知道反正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你已经知道怎么的往前走 然后你也知道说 当机立断 然后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支持你往前走 可是要小心哦 这股力量是一把双面刃 它可以帮助你有可能 呃 呃 不小心就是用力过猛就伤害到你 所以 呃 还是不偏不倚的把力量用在一个正确的地方会是好的 因为这是一个全新挑战的局面 工作也是全新挑战 感情也是进入新的阶段 如果是问亲情家中面临的状况 也是有一些新的挑战要去面对的 学业的话 主要也是非常突出 可是你可能也是太有自信会大意识经周 财务倒还是不错的 嗯 总之这个运势很凌厉 很锋利 呃 然后要注意注意说不要太过超越了就伤害了自己 太过伤害的话就是非常痛苦非常磨人 然后就是不要为了太极致的效果而牺牲奉献太多 你也不用害怕说付出会没有回报 你的付出到最后一定都会有回报的 绝对是会有好的成果的 虽然你现在很感觉上有一点点无能为力 但是其实你也找到你的力量 你也看开了 后续一定会有好的成果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 呃 事业运就是整体运是这个样子 那事业运我们看是如何 抽不出来就是底牌 事业运的话 哇 保健酒 牡羊座怎么了 整个五月都是一个保健的状态 哇 那这个太累了 五月的话 牡羊座一定就是一个对于很多事情有强烈的欲望跟野心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都很想要去伸张你的意愿 但是要注意 呃 千万不要发生一些对立纷争的一个状态 那事业运保健酒代表某些状态你是失落的 是悲伤的 是叹息的就是有一点气馁 然后觉得自己已经有够努力的 却都没有成果 然后就越来越没有志向 呃 甚至跟别人会有一些争论 跟别人就友情上面的绝交 然后嫉妒别人表现比你好 呃 可能某一个部分的呃 小天使你们是想要怀孕 然后就迟迟没有办法受孕成功 也是这个这个能量 因为这个能量就是水清无余 就是你太过在意某一个部分极致的伸张了 呃 你太超越了 某个地方的力道 你用力过猛了 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不顺利 好 我们再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事业运的补充牌卡 好 哇 圣杯一耶 还有底牌是权杖四 所以其实也没有真的这么差啦 嗯 某一个部分的小天使 你还是周遭有满满的爱 满满的温和的能量在呵护着你的 而且最后呃 那个事业绝对是会成功的 因为权杖四是一个幸运喜悦和平的一个状态 他会鼓励你 嗯 休息休闲 然后过一个平静 而且宜然自得的生活 希望你享受一下幸福 平常日常的家庭生活 去享受一下工作上那种小小有成就的满足感 刚好这个权杖四跟圣杯一非常非常的搭配的 就是一种因为有爱而觉得心灵很满足 然后很幸福 就是可能事业运不好 但是感情运是不错的 因为这个牌事业运不好 但是感情运的话会是好牌 就是甚至有一部分人开始跟对方求婚或对方跟你求婚 然后日子也过得很丰足很明朗 总之是一个非常真诚的爱 那这个是事业运的能量 感情运我觉得这两张牌如果是感情运那就超棒 我觉得或许可以这么看当作感情运的附加牌来解读吧 我们现在正式来抽感情运的牌 看底盘因为抽不太出来 哇 宝剑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那个牡羊座 牡羊座就是五月的时候 某个部分就是太过于理智 太过于花心思去计较你的得失了 所以你才会觉得没有这么的顺利 因为感情运保健吧 就是代表说你不但很困顿 而且你的本身的感情状况 是四周的亲朋好友都反对的 然后对你们造成很大的压力 然后有很多不利的消息就出现 就消磨了你们的心智 然后就让你整个人就觉得很没有自信 就觉得为什么这个状态会让你这么受到束缚 让你没有办法采取行动 可是我觉得还是稍微再过一阵子时运好一点 再往前走吧 因为最终是会不错的 因为最终精油努力 因为还有圣杯时跟前臂期 就是这是一个需要持续不断努力的一个状态 你只要一直往前走下去是不错的 而且很快的就会有好消息来了 虽然这个状态还是有一点点让人家觉得 我好累 为什么你要为了谈一段恋爱就要付出这么多 可是有着前面的努力 后面就会有幸福的果实 虽然现在你的负担有点重 就是一个比较吃苦的状态 就是很不自由过度疲劳 然后甚至热情有点退去 然后有点看不到未来 但是没有关系 这些很快的一下子都会过去了 这是我所看到的感情 因为其实如果这样看来抹羊座五月的时候 状态是没有那么好的 是压力比较大的 哇喷牌喷好多 那我们看 可是因为圣杯二 这边有圣杯二 所以真的确定某一个部分人的感情是很真挚的感情 而且钱必十 钱必三 钱必果王 就是你一时的困顿都只是一时的 到最后很快都会过去了 你现在的疲劳就是一下子就过了 现在的很像整个人很尤其是男性 如果是整个很有压力 很抓狂的疲劳没有关系 之后一下子就会过去 因为很多很顺利的很单纯的天真的能量 至少你在感情上 我觉得你的另外一半 他还算是支持你 而且他对你也没有要求很多 他对你们很多状态也是觉得很满足的 他们会觉得说 你不需要把你自己搞那么累 你们两个就好好过了小日子 这样就行了 他也没有对你要求这么多啊 好了 我们现在来抽学业运哦 学业运的状态 看底牌 学业运的话 其实很普通 而且还是保健 为什么牡羊座五月保健这么多啊 太想太多了 然后太理智 我建议牡羊座要运动 五月的时候就头脑放空 好好的去运动吧 包含学习的状态也是说 你的表现会特别好吗 我觉得应该是不至于啊 但是你只要再多花一些心思 将来还是会不错的 然后你不要想要放弃 如果你会因此学不好 是因为可能你的身体健康的一个状态 不够扎实 可是你接下来的 你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学习的状态 因为这个鬼牌就是愚者牌 愚者牌在抽学运的话是不错的 愚者牌的学运是说你进入一个新的学习的循环了 就是你过去你认为你学的不好的都过去了 后续会学习的越来越好 那考试如果说考运好不好 考运的话暂且是还不行的 因为你过去是走错路的 你现在你是才要用新的好的正确的学习方法去学习 才会有成果 你从现在再努力到有成果还要一段时间 也就是你必须放掉你过去那些错误的学习方式重新开始 而且你也知道你以前你都在混 你现在你无论如何你不要混了 你会开始认真念书 你会很务实的开始认真 过一阵子你们就会有成果 可是这个成果不会这么快 所以你是说这考运吗 我觉得你前一阶段的你 你的考试运势 你的学习运势是没有到位的 你没有真的走在你学习的正确的道路上 你现在才开始要进入一个新的学习的循环 那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说是是相当棒的 虽然你对你自己不是很有信心 可是你周遭应该会有不错的贵人 而且是很有知性的一个男性的老师的形象 他们是会协助你然后还是会有一些好的同财 他们会帮助你而且会有欢庆的能量 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很正向的好朋友 他们会协助你让你把你这个学习的关卡给走过去 是的没错 你只要好好的就去面对这个学习的状态就好了 而且你的家人是支持的 好好的努力就会ok了 好了那我就解到这里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拜拜喽 谢谢大家